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今天呢 我们继续基于百度笔纸 以为设计实战课程的一个讲解 我是你们的主讲老师王波 那么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内容呢 就是通过Gear的微游 自定义上拉更多下拉刷新的一个框架上啊 主要就是讲这个框架 那么可能很多同学啊 在看这个课程之前呢 可能大家都是怎么样呢 使用第三方的上拉更新啊 上拉更多下拉刷新的框架对吧 那么今天我再教大家如何来自定义啊 上拉刷新或下拉水 或是个下拉刷新啊 上拉更多这个框架 那么是在这个Gear的微游中来进行使用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定义这个框架的意义是什么 那么可能就是说定义这个框架的话 只有一个作用 可能是一个分页加载数据 或者刷新数据对吧 下拉的时候刷新数据 上拉的时候加载数据对吧 那么第二个定义这个框架 实现的一个理论是什么 那么我们再想一个问题啊 如果是我们在这个能够滑动的这个空间中 能够监测到底部和底底部 滑动到底部或者说滑动到底部的话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很容易就实现了这个功能啊 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一个回掉函数的一个边写啊 回掉函数的一个边写 这就是他实现的一个理论啊 可能就需要这两个 然后这个自定义框架的实现呢 实际上啊 我们这个自定义这个Guard5U 它和这个Lisa5U是不一样的 Lisa5U的话 它是直接可以怎么样呢 addhead5U和addfoot5U的对吧 那么Guard5U它是没有直接这里 没有直接有这两个方法的 所以说我们首先要怎么样呢 重写这个Guard5U啊 重写这个Guard5U的一个目的是干什么呢 控制Guard5U的一个滑动啊 控制这个Guard5U的滑动 第二个的话就是重写这个什么呢 Square5U啊 重写这个Square5U 那么重写这个Square5U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滑动到顶部与底部的一个监听啊 主要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滑动到底部或顶部的一个监听 然后怎么做呢 就是一个接口回掉函数的一个实现啊 可能就是这两个 那么第三的一步可能就是自定义一个组合空间啊 就是把我们啊 这个Guard5U和这个Square5U怎么样呢 定义成一个空间啊 定义成一个空间 主要提供的一个功能 就是对外提供接口 然后控制Foot5U和Head5U的一个状态啊 可能这就是我们这一个的一个主要功能 然后对外提供接口的话 可能就是两个 因为我们这个页面啊 要使用这个空间 要加载数据对吧 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东西 什么时候应该来怎么样呢 加载这个数据对吧 什么时候应该来怎么样呢 刷新这个数据对吧 这个应该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如果这个都不知道的话 我们如何来做呢 对吧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理论啊 理论 那么下面的时候我们就来怎么样呢 就开始写代码啊 写代码 因为这个Gard5U呢 我们上一集中已经用了啊 就是主要就是为了实现啊 控制这个Gard5U进行滑动 对吧 那么这一堂课 我们的一个实现理论是什么呢 我首先给大家画个图啊 实现理论是什么 首先给大家画个图 那么这个图长什么样呢 啊 这个有点粗啊 Country Z 比如说这是一个页面啊 这是一个页面 那么这整个页面中 我们采用什么呢 我们采用一个ScholarView啊 采用一个空间啊 采用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我们随便可取个名字吧 叫PullView吧 随便可取个名字啊 PullView啊 这个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是如何来编写的呢 这个空间就主要是有这几部分构成啊 错了 Country Z啊 下 怎么 哦 这个啊 下 它是有什么构成的呢 它主要就是有这两个东西构成的 就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一个外层的一个什么呢 外边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叫做 ScholarView啊 是一个ScholarView S-C-R-O ScholarView 而里层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而里层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里面啊 需要刷新的这个啊 需要滚动的这个页面数据 对吧 那么这一个东西主要是什么呢 这一个东西就是这个Gear的View啊 Gear的View啊 Gear的View 这就是这个Gear的View 那么在这个Gear的View的上边或这个下边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啊 在这个上边或下边有个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FootView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布局啊 有一个FootView的一个布局啊 这就是一个FootView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会给它粗石画上啊 这个数据叫做什么呢 叫做FootView啊 叫做FootView 然后我们通过滑动这个页面啊 那么这一个FootView的一个作用是干什么呢 简单讲这个FootView的一个作用是干什么 控制啊 监听这个是否滑动的顶部和底部啊 监听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啊 监听啊 这个卡住了 监听啊 啊 监听啊 是否怎么样呢 滑动到啊 滑动到啊 滑动到哪呢 底部啊 底部啊 底部 或者或者哪呢 或者这个顶部对吧 底部或者什么呢 顶部啊 这可能就是这个的主要一个功能 那么通过这个SquareView又怎么样 然后回掉数据在哪个地方去啊 回掉数据啊 实际上它不是它 它这个SquareView的话 它实际上是要提供一个回掉接口的 通过它回掉一个接口到哪个地方去呢 到这个东西里边来啊 通过它回掉一个接口啊 在这一个里边来 那么它就告诉他 告诉他干什么呢 我啊 当前啊 当前到底部了 对吧 当前到哪个位置了 对吧 它就是需要提供一个这样一个接口 而它知道这一个啊 当前发动到顶部之后 然后又怎么做呢 然后啊 就回掉接口 回掉哪个接口 回掉到这个页面上来了啊 就回掉到这个地方来了啊 我们就这样设计的啊 就通过它啊 然后就此回到这上 这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activity啊 activity或者说frigment是吧 或者什么东西呢 或者啊 frigment对吧 都是一样的 因为frigment是依赖于activity的 对吧 所以说它告诉他回到哪个位置啊 他人回到这个页面来 他回到这个页面来 告诉告诉什么呢 哎 加载数据或者刷新数据 对吧 加载数据 或者或者什么呢 刷新数据啊 或者刷新啊 刷新数据 他就告诉他 所以说我们这一个设计 就是这一个理论啊 就是这一个理论 就是这么设计的 那么这一个设计啊 设计好之后啊 我们又怎么做呢 然后我们就开始来 可以来编写这个代码了 怎么写呢 我跟大家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啊 如果是有需要的啊 01啊 01随便取个名字吧 保存到这个桌面上啊 这就是这个的理论 就是这样的 然后在这个里边 我们还要明白 另外一个函数啊 另外一个函数 待会儿我们讲一下 讲到那个地方再说吧 那么这个相当于 这个什么 my girl的will 我们就不需要重写了 对吧 然后我们就需要重写 第二个函数啊 第二个函数 第二个函数叫什么 第二个啊 不是叫第二个函数啊 叫第二个空间 第二个空间叫什么呢 叫做my s-c-r-o-l-l my scholar will 对吧 my scholar low的will吧 l-o-a-d low的will 那么这一个空间 我们要怎么写呢 让它继承于什么 那继承于s-c-r-n-s-c-r-o-l-l 让它继承于什么呢 哦啊 让它继承于这个scolar will 那么我们说 我们在这个图中 我们看出 我们说这个空间 一个主要的作用是干什么 就是啊 监听它 是否滑动到顶部 或者说底部 对吧 它就完成这个功能 OK 我们这个里面怎么写呢 我们首先来实现这个里面怎么样 有两个参数这个构造方法啊 这是有两个参数构造方法 然后怎么写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unlayout unlayout 叫做un unlayout 在这个unlayout里边啊 来写这个函数啊 unlayout unscolarlayout 应该是啊 unsc unscolarlayout unscolarchallenge 对对对 是这个函数啊 在这个函数里边的编写啊 编写怎么写呢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CHECK的方法吧 切一口啊 切一个方法啊 Ctrl1 Ctrl1下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定一个什么东西呢 定一下啊 这里啊 在这个描述这来写吧 这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啊 主要啊 完成啊 完成什么东西呢 主要完成 完成什么呢 上拉更多啊 上拉和什么 下拉的一个什么 下拉道啊 下拉的一个什么 一个相当于坚挺 对吧 坚挺 实际上是这个功能 那么在这个里边怎么写呢 我们首先就要认识一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get schooler y啊 get schooler y 首先我们这一个 我们看有没有这个什么 怎样 新建一个吧 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 我们首先就来分析一下 这个schooler y什么意思啊 这啊 这是一个页面 对吧 那么按照那个 安卓这个坐标系的原理啊 怎么 那么在这个角度上 这一个点的坐标是多少 是不是零啊 零啊 这是零活零 假设这个页面啊 在这个容器中 左边还有一个页面啊 看看 假设啊 这个容器 左边呢 还有一个页面 长这个样子 对吧 长这个样子 右边呢 还有一个页面啊 都是一个屏幕的大小 对吧 假设啊 长一个屏幕的大小 长一个屏幕的大小 那么假设当前的这一个页面啊 是要向右滑动 对吧 啊 这个页面要怎么样呢 要向右滑动 对吧 要向右滑动 那么滑动的时候 怎么做呢 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页面向右 抄动 对吧 推动 那么推动的同时 大家想一个问题啊 那么左边的这个页面啊 是不是他就会有一部分的区域怎么样 相重递 那么我们首先把原来的这个标一下啊 假设这个位置就是多少呢 就是一个 哎 负 x 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负的x 对吧 负的x0啊 这个坐标 这都能打出字来啊 这是一个负的啊 负的x0啊 负的x0 那么这一个函数右边的这一个坐标是多少呢 相当于是什么 是x啊 x0 对吧 x0 那么我们就想一个问题了啊 假设我们此时将这个页面向右推动的同时 那么这个页面假设就有一部分区域啊 乘叠到哪个区域来了呢 成立到这个区域来了啊 说这第一个页面就有一部分区域成立到这个区域来了 对吧 那么这个get score x 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的是当前啊 当前当前那里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地方 什么东西呢 新的啊 这个左上角啊 这个左上角怎么样呢 这个左上角顶点的那个什么 这一个啊 原来的坐标 那么假设原来这个位置啊 这个页面的这个位置啊 假设原来一个页面的这个位置是多少来 举个例子啊 假设原来 查好 就是这个地方 原来这个地方的位置是多少来 就是负的啊 负的负的好多 负的20吧 随便我们举个数字啊 负的20 0 那么当我们将这个负的20 0 推到这个位置来的时候 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啊 就不是原来的这个x数表 是不是 相当于把这个负的20 是不是推到这个位置来了 但是相当于整个屏幕来说 还是0 对吧 相对于原来这个页面来说 是不是变成了负的20 0 这个get score x 等于20啊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score x 等于20 就是这个意思 负的20啊 那么同理 如果是我们将这个页面 向左推动的话啊 同样 如果是把这个页面向左推动的话 推动一块距离的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这个区域 是不是相当于是正的22 相当于这个页面 对吧 就是一个正的20 推到这个页面来的 对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页面相当于正的说的 就是一个20啊 0 就相当于 当前的如果是向右推动的话 这就是负的20 向左推动的话 是不是正的20 OK 那么get score y啊 这个函数呢 相当于是同样一个功能 只不过把那个方向怎么样了呢 就是变成上下方向了啊 变成上下方向了 假设原来的这个座标 长这个样子啊 如果是我们把整个页面 我们看成无限的长啊 无限长 假设原来有多长呢 有原来有这么长 假设啊 有这么长 假设原来这么长 向下推动的时候啊 向下推动的时候 那么向下推动的时候 那么推动到一定距离的时候 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啊 向上的时候就会 向下 相当于是为负 对吧 是为负 比如说这是20 那么相当于推动到这个位置 那么这儿的get score y 是不是就是20 这是负的20 对吧 那就是这个意思 懂了没有 这是get 这是负的20 那么如果是这个页面 我们向上推动的话啊 推动到这个页面 原始的那个座标呢 50这个座标 那相当于这个get score y 是不是就是500的意思啊 OK 这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现在啊 我们就可以怎么来做呢 对吧 对吧